以前柯文哲最喜欢骂人家贪污 说人家这个乱七八糟 结果他的账完全经不起考验 我们跟他谈就是 怎么跑出来了一个大爱素食天地 大爱素食天地里面 居然你的账是96万 你买什么素食 你可以买到96万 结果没有了 他就拿了一张单据说 没有这个是餐点 我没有断 我只有960块 又有人讲是9万6 连你一个餐点你都对不起来 但是呢 导帮我注意看哦 我当然小人之心 杜君子之父 好 我就看这个叉叉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昨天看到这个照项的时候 照例讲你这个地方很少人 就会打这种叉叉的 你打这个叉叉 跟这个叉叉 真的你的圈圈叉叉 都有问题 大姐我跟你讲 我看到这张这个素食天地的 这个单据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太错愕了 因为如果单纯的犯错是犯错 犯错之后 还想把别人当白痴 硬拗来骗 这叫无耻你知道吗 我看到这个餐点的收据的时候 我第一个发现 这绝对不可能申报政治现金 因为他没有写抬头 因为买收人没有 我们自己报过政治现金 非常清楚 当会计师在做我们的签证查核的时候 任何一张单据 你只要抬头写错 比如说他只写了苗博雅 有没有 也会被踢掉 因为一定要写苗博雅竞选办公室 你没写竞选办公室 完全不能报 更何况这张抬头根本空白 根本不可能拿去申报政治现金支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科办光是两个人讲法都完全不一样 一个发言人戴宇文说 是一张960跟一张110 结果会计师把它key成 96万0110元 我就请问一件事情 这个会计师小学有毕业吗 如果他小学有毕业的话 加减乘除会 那他发现一件事情 你说他变成是960万110元 是这么来的 按照戴宇文的说法 960跟110加起来是1070元 对不对 你只花了1070元 可是你在帐上却扣了96万 你帐会不会不平 他才好笑 是 我今天这笔帐是96万 96万0110元 他说不对 是一笔110元 一笔960元 他key成这样子 如果他key成这样子 他的会计的那个Excel的表上 会跳出警告 因为你两边的数字 对不上 你就知道一定有key错 如果说你今天 把一千多块的支出 key成96万的支出 竟然没有系统跳出警告 说你两边仗不平 那对不起啦 你一定有其他假的地方 对 你一定是所有量身定做 一直错错错错下去 另外 陈志涵他讲什么 陈志涵他在直播的时候 他讲说 没有不是96万 应该是96万 我就请问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 就冒出了两种不同说实 而且还有这种 根本没有写抬头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搜据跑出来 到底柯文哲 是把台湾人 当成多么的笨 为什么要这样子 藐视国民的智商 任何一个 有基本社会经验的人 谁有可能去买单 这种烂戏啊 你怎么可能说 有人把960块 跟110块 两个人拼奏起来 变成960万 零110元 然后你账还查不出来 这个账还让他过 基本上 这可以证明 他前几天所讲的什么 24小时大查账 查出那单据 通通假的 因为你完全 没有再查核这件事啊 而且大家记得 前天他们记者会 我看得非常仔细 他们说他们查核了 所有支出 41万以上的 他们查了 所有41万以上 只会发现 这种种毛病 发现快递是作假 请问这笔96万人 有没有查 对 这笔96万人 应该在你的支出 41万以上的名单里面吧 结果 你没告诉我们 他有问题啊 你没有查出 任何问题啊 今天还是一个网友 查出来 一个媒体查出来之后 你才在那边凹 没有啦 这个是一个 陈志涵说9.6万 然后戴宇文说 是两张并起来 1000块的东西 变成96万 这些烂系 其实我们真的看得够了 柯文哲 如果你今天在你的政坛上 就算你政治路走绝 你还想为自己 保留一点点名声的话 赶快叫你下面的人 不要再为你编 这种烂剧本的 1510交代 你的金流自由运用中心 到底在搞什么鬼吧 对 司徒 该讲的 你这个很清楚 就是你在扶报账目 扶报账目 你就是乱报 乱报以后 你还可以胡说八道 而且你要讲 你最近就觉得说 这张发票很快 可是你再仔细看 这张发票 跟这个发票 我觉得太有趣了 餐点一试多少钱 这个1000多万 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执行费 一试 1080万 一试也就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 我觉得更妙的是 时间1月5号 时间1月7号 然后你再注意看 113 1月7号 我觉得这个笔记很漂亮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笔记其实蛮类似的 他不但这个笔记蛮类似的 我觉得最妙的是 你在打叉叉 你知道很多人打叉叉 会有个特殊习惯 这也太怪了吧 两个人的叉叉 完全一样 对 事实上如果 你仔细看他的发票 他发票 一般我们来开发票的时候 不会是开那么简单 尤其是你那么大额的时候 可能会说 譬如说 这个便当 譬如说餐点 可能便当几个 或是什么样之类 通常都会把 那个名细写得非常清楚 对 他的发票里面 都没有这个样子 所以很有可能是什么 很有可能 我可以假设 因为我们一般 在事务上面来说 外面也很多人 在买这个发票 反正你只要 缴5%的营业税 给对方就好了 用这样来做 那最后的时候 用这样来 匡视你的这个财务 所以可能就是 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就很清楚 今天如果你要 今天的时乐 照样你是受害者 对 如果你是受害者 今天为什么 要对你的代理 你查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第一个调查局 要去查你 为什么今天 要从早上查到现在 为什么要去送你的家 今天 这张发票 到底有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的内幕 对 因为牵扯到说 做假账 就是说如果假设 今天能够抓到 就是说 时乐的确是 有这样子的方式 对 那就完蛋了 那就整个这个证明了 这样才可以解释 为什么带你 会这个样子 对 整个账会 完全乱七八糟 所以我才说 这个其实 我们不要小看 这些发票里面 你谈的这个内涵 这内涵里面非常重要 你从这些注释码 其实真的可以 我觉得目前为止 的确 时乐就是 现在检掉就是要问他 你到底这个账 是怎么一回事 你说本来 如果只是一开始丢出来 时乐跟这个尼耀 你可能都是被害者 可是当 你柯文哲 竞选总部 把这张票 把这个发票 拿出来了以后 你时乐的角色 就会变得非常微妙 你只是一个 所谓的交易 还是你是有一个 所谓的发票的贩售 你这个发票 到底怎么来的 你要交代清楚 对 所以我才会有那个 就是说 从这个所谓的 人家登录的 这个报告里面 看到跟时乐不一样 时乐马上就否认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牵扯到 如果真的是 我们讲好了 怎样的数字 你没有弄这样的数字 上去的时候 那当然会这样 所以我才说 这件事情 时乐扮演的角色 非常重要 我们不要小看了 如果真的 证明了他做假账 那可能搞不好 全部很多东西 都是可以完全被推翻的 一个状况 所以会在 这个发票问题大了 是 宝洁哥 事实上 时乐跟尼耀的角色 我比较觉得 奇怪一点是什么 当他爆发出说 916万那个 他没有刷到这个款的时候 很多媒体在讨论 他竟然开始跳出来说 意思是 你怎么用一秋之河 在形容我跟牧科公司 牧可公司 如果不道歉 我就要告你 今天造成损害的是牧可公司 你没有说 你要告牧可公司 你竟然扬言 要告我们这些评论员 所以当时我就对于 他这个角色很奇怪 第二件事情 牧可公司 你是谁 你是三友友 而且刚刚提到了 2020年的时候 你帮他竞选总部的时候 你在办活动 三场活动 你办了多少钱 一千万 三千多万 三千多万 然后蒋万安 一场活动办280万 一场活动 三场活动 你顶多也报个八九百万 你报了三千多万 所以这有没有问题 所以就变成说 你到底从头到尾 所以你要同时帮蒋万安办 同时帮黄珊珊办 一场的活动费用 一个280万 一个上千万 三千多万 三场三千多万 对啊 一场一千万 对 所以就换句话说 你到底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你要跟十六 你是单纯的一个受害者 还是在里面 你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随着这个案情不断曝光之后 大家都会开始用 去检视 你们这些所谓的供应商 你们这些所谓的贩售的这些人 你们到底扮演角色真的是受害者 还是其实在里面 其实有提供发票的一个角色 第二个我觉得里面 我们这样看很夸张 对不对 怎么可能一张是910 一个是110 你把倒色会变成96万 你是小学没毕业 我们觉得很荒谬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一点都不荒谬 为什么 因为人家记者今天问吴一轩 他们发言人 就说你们现在那个进办的办公室 你们总共花了1500万 那人家说你们说你们进办两层 总共500平 可是人家那一家装潢公司说 他只有装潢300平 你知道方言人说什么吗 做什么 不要在这500跟300里面做文章 他200平费用差多少 一平本来是 他竟然还有点翻白眼说 不要在这种300500里面做文章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们根本不在乎 反正同胞就是 我以前听过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我现在看到民众的我真的了解 什么叫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了 而且我觉得他们数学都非常差 而且他们完全没有常理 没有常理到 就是说你觉得怎么可能 你会掰出一个东西是910 一个是110 不好意思 我们到这会变96万 96万零110元 对啊 他的发表是96万 他的说法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吃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910 一个是110 然后第三个讲的版本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没有啦 其实而且这个是陈志涵讲的 他说没有啦 其实真正的是9万多 那请您弄出一个9万多的发票出来 所以现在回到 你知道端木正他讲什么吗 端木正说 他之所以有调节的原因 是因为这9笔的一个 1000多万的 全部都没有发票 现在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就是你有的有发票 但是跟你的这个收据 根本倒不起来 所以换句话说 从头到尾 禁总 全部都是一本烂账之外 而且也做假账 好 我们这里面只有你跟 柯文哲有直接教授过 可是我觉得你是台大的教授 而且是台大医学系的教授 你还是智商157的 可是最近我刚才讲 你有两件事 你就讲 第一个礼拜一 自己讲一个木口公司要收断 你不是提醒大家赶快搜索吗 不然你要灭证了 然后呢 你又把端木正说你要告 你不是告本来大家 要去动会计师 也没那么容易哦 你不是告诉大家说 你去动我的会计师吗 我怎么觉得你爸料码 就自己吃一条身账 那我觉得这个更漂亮 今天木口公司 两个重要负责人 一个李文娟 一个李文中 现在都被约谈 结果就马上弄了一个声明书 说我们木口公司 清清白白 所有账务一切合法 你两个负责人都在里面 就你搞个声明 那声明谁可以搞 我一直觉得 柯文哲到底是聪明还是笨 柯文哲 我觉得他是聪明反被聪明 聪明反被聪明 监督他的时候有经验 他在当市长的时候 其实对于钱的东西 他完全不在乎账目 对不对的 因为我就讲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双城论坛 一百多万嘛 但是议会已经有诞书说 共机共建老台 就不能用 他硬要用 现在这笔一百万 还挂在台北市政府上呆账 因为省机部不认 那我们不是有句话吗 小和头班部大和头甘账 他卸任前又搞了一出更大的 八千万的城市博览会 他的毕业典礼 他不走正式的预算程序 他硬要动用他的小金库 市民的救命钱 那个第二预备金 而且他动第二预备金就算了 他还故意拆成三笔 让议会省不到 所以当时议员咨询他的时候 他还讲说 他那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我亲耳听到议员质疑说 你是不是规避监督 他说我这是依法规避监督 依法规避 当时大家瞠目结舌啊 反正他的底线 他是毫无底线 他只是一直不断的反问说 不然你说我有犯法吗 不然你说我有犯法吗 现在他真的是滑铁炉了 他真的是完全的栽贷 他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 因为他那个木可公私 为什么现在问题会那么严重 因为他自作聪明的 搞了一家私营企业 来做他的资金自由运用中心 他以前批评别人有基金会协会 他说那是魔戒 结果他自己不但现在已经有魔戒 还要带上第二个加强版魔戒 这个木可公私你看到现在 一切的一切已经完全呈现了 他根本不是李文娟控制的 不然你怎么人在被约谈 外面发声明 要不你把我解惑了 有这么复杂吗 今天原来木可公私收起来 原来今天把所有的责任丢给了这个会计师 那会计师后来突然反弹 后面是一场戏 是宝洁哥其实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 你知道吗 今天那个战狼小姐姐突然跳出来接受采访 然后就说什么四叉猫怎样怎样 然后讲一讲 他说针对下午的这个记者会 现在应该就是会计师什么什么 其实他先讲 不是 我跟你讲我现在大概搞懂了 可能他们周末的时候就讲好 反正是行政责任嘛 你会计师你扛啦 我们定调 没戏啦 我们定调调节行政责任行政人 所以大家都讲好要演这一出戏 就礼拜一北检马上要侦查 侦查会计师就说不对啊 现在怎么办 三郎小姐姐怕她改口供 先出来把话给讲死 让你没办法讲口中 而且我跟你讲会计师 绝对没有想到他们这么狠 没有想到他们把这个锅丢给他 甩到说他想挣扎都没有办法挣扎 要他死的锅 没有他们一开始还是维持 那个漏报啊短差条件 就是讲这三部群嘛 后来在记者会的时候 有人就直接记者就问他说 那你要告会计师吗 后来他才又加了一句说 我们要说去追处他的一个法律责任 所以现在变成是本来端木正 可能讲说 好了只是行政责任 那我鼻子一摸就悲估了 后来发现不对 北俭进来之后 他开始在插 插了之后 郑朗小姐姐知道 你可能会翻购 所以在早上的时候 就先接受记者采访 先透露出说 下午要有记者会 记者会结果 就是会计师要单 不然你没有道理啊 你怎么会在早上的时候 你只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你就捅出说 是会计师要先出来单了 而且没有道理说 你今天把责任丢给会计师 是丢得这么狠的啊 然后讲完之后 就后来现在会计师整个就完全大办公嘛 所以大办公现在就变成是 本来是跟你们合演一场劲 结果后来发现说 北俭那个外力介入 然后北俭要开始真的完整的了 不让你们这样子 用所谓的行政数字就带过之后 现在我跟你讲 赞狼小姐姐不要买房一耍 就是这锅你就给我背地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录音 所以现在据说是礼拜六 他们有人有录音 有人有录音就是那个 端木正亲口承认说 他有调节 所以这样事情大条 我原本是跟你配合演戏 如果这个录音被丢出来之后 他们真的要把它完全彻底卖掉 这有可能就完全彻底卖掉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跟你讲 据我听他们的一个讲法是 事实上李文中 应该是说 磕家天下 李家瘫 这个瘫子的瘫 本来是我帮你告词 这磕如故 那钱一直死出来 我才好谈 所以搞不好 账目真的有点问题 所以为什么最近传出来 他儿子要成立公司 对 他老婆要用儿子成立公司 他老婆要加入民众党 因为有一个传闻是说 他们也认为这个账目 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再问一个 916万 会计说消失 那刚刚说没有减负单据 可是到最后一定要有单据 因为你这么大的笔账 那这三张的发票哪来的 这三张方票肯定是假的 那谁提供的假发票 哪来的 是假发票吗 还是原本的公司 本来也是讲好的 后来事情就打掉 因为 依照我在政治圈小小的经验 我觉得你敢写 都讲好的 所以我现在不敢讲 因为你要假发票不难 你要假发票不难 我干嘛找一个会出问题的假发票 我当然是找一个 不会有问题的假发票 可是 世事会改变的 这我们不知道 因为人家现在 人家跳出来否认 否认就代表没有这笔账 没有这笔账 那好 就这样看起来 这三张发票肯定是假的 那现在就问 这三张假的发票谁提供的 因为你知道端木正今天讲 那个要把它弄出来 端木正的意思是 端木正的意思是 不是这个 端木正那个靖总的意思是说 我们靖总把所有的财务部 都登载工作交给会计师 可是会计师的声明稿说 我只做签账 好 那这样来了 我只是负责签账 那如果有假发票上来的话 那是谁登录的 谁弄的假 所以我觉得 这中间是一笔烂账 那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所谓的木可公司 跟柯绝对逃不了关系的原因 是在于 我问你 如果是飞进飞过 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不是你的股东 凭什么 人家一个声明 要有你的党的发言人 出来讲话 然后凭什么 你们这样出事了 他就要把这个盈利 而且看起来也赚不少钱的公司 说官说就官 所以这两者 还要把四千多万捐出来 对还要把钱捐出来 那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 就是有赖减调进一步调查 好 于确 该讲呢 今天柯文哲竞选总部 也丢了这个 丢的发票 我看了以后 我眼珠子快掉下来了 执行费 没有问题 执行费一试 没有问题 多少钱 一千零八十七万 太扯了吧 我去小池摊 我买个切租费 租费租长 他也给我列个项目吧 然后我说执行费一口 你就把一千多万 弄出来 之前不是姚立民在质疑 柯文哲讲说 怎么突然多了一堆发票 那个发票一张单子 就给我五百万 这个更厉害 一张单子就一千万了 保安哥你知道吗 当初尼奥 他提出来这个争议点 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他说我没有报五百万 结果你给我报五百万 对不对 这第一个 就是我没有这样发票 再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 我明明呢 没有转播这个业务 结果你给我报转播费 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上面写的是什么 执行费 但你知道这怪是怪的哪里吗 首先为什么是用资本发票 理论上来讲这么大的计划 他会用所谓的专案模式 就是说 比如说我一项一项 比如说我的员工的支出的 我的费用是哪里 我的舞台费用哪里 我的代收代付是哪里 他列得非常清清楚楚 而且他会用什么发票 你知道吗 保德哥 他应该用电子发票 就是说电子发票 我直接做记录嘛 而且各位你知道电子发票 有什么好处吗 第一个电子发票只能开当天 再第二个电子发票呢 我相关的细项 明目款项 品项都要列得很清楚 而且当天申报 你知道当天直接到哪里吗 到哪里 电子发票平台 就直接到国税局 直接就做得很清楚嘛 对 所以那你知道 然后只要用手 因为我现在当Uber 都电子发票了 对吧 我对吧 但继承车实际就是说 我印一张直接给你嘛 但你知道手写发票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今天只要手写 我盖一个档给你 你爱填什么填什么 我完全没有办法查证 所以这时候会变成有个问题吗 到底这张发票什么时候开的 到底它的凭据是什么 到底它的依据是什么 所以回过来 我问各位几件事情 第一 今天尼奥跟十二 一直再三强调 刚才慧珍讲了一个重点 我到底有没有跟柯文哲 讲好说 我要给你开发票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很怪嘛 今天我如果没有讲好的话 我今天柯文哲 我随便给你乱写 说我今天尼奥十二 也申报这个款项 各位你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吗 流水号根本都不拢 所有发票 包括你看到十本发票 手写的都要有流水号 一比一比的就在上方 你会有这个东西啊 这个帐子都不拢啊 对就有流水号嘛 第一个你这个流水号根本就都不拢 所以说没有人敢说 我没有跟你 怕救命的状况之下 我直接把你的发票给看出来嘛 这是刚才慧珍一直在讲一个重点嘛 你到底双变有没有讲好嘛 今天柯文哲这个东西 为什么现在变成了 然后说 我跟你讲 你根本就没有申报 你也没有如实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这笔转播费 你要跟十乐有承认 他说对 但是你的名目不符 但奇怪的是什么 916万我们到现在有没有看到发票 没有 我们到现在有没有看到发票 所以这916万有问题嘛 这916万不知道哪里来了嘛 他你就算给 他就连我们讲的脚步凭证都没有 你知道什么叫脚步凭证吗 发票是发票 发票代表说 我今天从我的账户里面提领了这些钱 那提领这些钱之后 我交给你了 交给你之后你才会把发票给我 但你仔细看喔 上方黄珊珊签名的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我们讲的提领单 换言之这个是从民众党政治现金领出来的这笔钱 我真的有领这笔钱 但都没有发票都没有证据 所以各位这时候问题来了 我问一下 916万到底有没有提领出来 我现在跟各位保证绝对有提领 但请问一下有没有发票 没有发票 这才是最大的重点嘛 但没有发票有提领 所以大家反过来会问你这件事情 那你钱到底领到哪里去 因为领有两种啊 一个我转账嘛 对不对 我把它转给别人嘛 那你觉得客户只会笨到转账吗 我觉得就算他再笨 他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转账就会有记录 所以保证客他应该是干嘛 现金 现金领出来嘛 我现金916万全部都领出来了嘛 反正你查无实距 我们讲的查无实证嘛 但现在问题出现在说 今天这916万领出来了 到底到谁手上 我跟各位讲啦 今天不可公私对不对 那是柯文哲系统啦 刚刚我们聊了很多 李文娟跟李文仲 钱不会跑到别人那边去啦 怎么跑都是在柯文哲这边绕啊绕啊绕 但今天真正出问题的点是谁 是尼奥跟十二 那尼奥跟十二是谁的系统 是黄山山的系统 所以你们有准备注意到 当我们讲木可公司出问题的时候 今天他们都还兜得拢 但今天真正咬到我们讲 会修勾粮是谁开始咬 是尼奥跟十二开始咬 所以我在讲的故事是什么 当时一定有跟柯文哲打造面啦 柯文哲说后来 我们用这个来去报啦 报完之后 现在根本也没有凭证 也没有收据嘛 原本想说反正我们大家都自己人嘛 结果尼奥跟十二咬出来之后 根本就没法收拾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嘛 那我反问一件事 如果是黄山山的系统 为什么这时候突然跳出来反咬柯文哲 这理由很简单啊 下车啊 因为你所有的证据 所有的资料 是不是都报到监察院了 那报到监察院之后 如果检掉一查 今天是不是马上给你他治安 用卫照文书嘛 你知道为什么会卫照文书吗 最好办 保证你绝对有罪 卫照文书之后马上转真正正 转真正正之后干嘛 开始来了背信罪是不是可以给你加上去 我们讲的相关的政治现金 是不是可以加上去 所以一条一条查 他们做这件事情是要干嘛 自保啊 这是原本大家都是同一伙 但现在反目成仇 有事我先跑 是都有没是面倒 所以瑞达 这搞了半天是 减掉一进来 所有问题都改变了 那么事实上今天动作非常的快 因为礼拜六的时候 钟小平跟我一起上节目说 他今天要去告发嘛 然后台湾基金呢 今天也去告发嘛 事实上这两个人 这两组人嘛 都还没有告发之前 他被地监署 分案了 分案了 各位可能还不知道 中午已经有调查员在约谈了 你知道吗 动作非常的快 那除此之外呢 记不记得民众党下午两点的时候 开的记者会怎么讲 说是因为 那么时间不够 非常的赶 所以呢 这一位敦牧正会计师呢 自作主张 那么进行调节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什么 17笔漏报 1800多万 对不对 在2000万的扣打里面呢 他就自行调节 把这个人家 没有给他们的这几家公司呢 就给他灌在那个地方 包括 石乐的500万那一笔嘛 那么 非常的赶 时间很赶 没有办法 那你知道端木正不是帮他们做这个 柯文哲跟吴欣盈的 竞选总统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呢 进行一个申报 像这个监察员申报嘛 可是各位知不知道 这是端木正 这是端木正在申报时候的 相关的时间 申报时间是从 今年的4月7号 那么到12号 但是你知道吗 他在7月几号的时候呢 有进行更正耶 7月3号 7月3号他有更正耶 什么意思叫更正 也就是我报的东西 里面有问题 所以我把它进行一个更正 是可以更正的啊 补证 可能漏报了 还是少报 我问大家嘛 如果他非常的赶 如果他是为了自行调节 他更正干什么 对 他在一个月前有更正耶 一个月前如果更正 把石乐的 把你要的这些 全部都更正 不就好了吗 因为如果按照你们 今天民众党所说的 有那些十几个漏罩 漏报的这个项目 发票等等 他就把它补进去 补就好了吗 他是专业的会计师耶 今天民众党说 他们呢 找来了这个 包括了这个两天呢 找来了这个端木正 端木正一个月领 他们7万多块 他承认是自己 把它进行调节 好像什么事 都跟民众党没有关系嘛 那你知不知道在报这些相关的 这个费用的时候 要一个人的盖章 那个人叫柯文哲耶 不是端木正弄出去的就算了 我会计师一个人做主 然后就全部出去 没有耶 谁要柯文哲盖章 认了最后 会计师送来了以后 要经过我这边 OK才能够送出去耶 那你们整个民众党都死了吗 整个民众党 包括财务长 包括柯文哲 包括你们这些人 看都不看 完全相信 那么这个所谓的会计师的专业 所以就让他出去了嘛 请问这场记者会 有没有交代916万怎么回事 没有 有没有交代四次授权金 1300万 里面到底戏目流向是怎么回事 没有 该交代的都没有交代 而且这场记者会最怪的是 最该出来出现在这场记者会的 叫做会计师端木正 跟坐账相关的账房叫李文娟 两个主角没有出现 跑龙套的出来说 李文娟说 我负权责 你负什么权责 你算什么东西啊